日前著名前奥运冠军刘璇在今早开新闻发布会宣告转行 成立自己的工作室 嫁入某影视机构 正式进军大一幕 前奥运冠军李小双李小鹏行二伟陈一斌组团送嫁 对于自己演艺事业的规划刘璇透露 之前她在女权六个陌生人里的角色都比较偏正面 然后找她的也都是大逼小艺的角色 不是功夫女侠就是乖乖女生 自己非常希望尝试坏女人 我特别想去尝试新的东西 就像刚刚讲 我的好多角色都是本色 然后就是打女 我还挺希望去走出自己这个外表的 我所谓的坏语 不是一定 她真的是有夺坏 是她有获得心悸的责任 自从运动生涯特异之后 刘璇经常在演艺圈游走 演过戏出过唱片 写过书 还主持过节目 虽然都是玩票性质 但成绩不足 既在湖南卫视的民生大政歌唱比赛中 夺得冠军之后 在央视《舞出我人声》中 又与《追命人》的身份再次夺冠 此番成立工作室 意味着不再玩票的刘璇 将正式进去娱乐圈 她还透露 目前自己正计划筹备一部 与跳舞有关的电影 而这一想法的初衷 则与她最近三个月 参加的公益励志节目 《舞出我人声》有关 此外 公益项目也在刘璇工作室的计划之列 比如已经启动的 关爱自闭症的公益计划 将在全球范围内 执行一次这本创意 及青年导演的着急计划 希望拍出一部 有感染力的精品式公益微电影 王小帅和李小双 也将加盟到这个微电影计划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